国际政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就是台湾越来越重要 我们要把台湾守住 不然我们讲再多老共打来 我们全部在座每一个人抓新疆 我们去新疆开九十一克树 可是重要跟你说 台美军事交流越来越频繁 现在以前台美军事交流是 可以做不能说 现在便是说可以做 而且频繁做 然后可以小声说 状况完全不一样 状况不一样是最重要是什么 前两天新的印太司令就职了 然后太平洋司令部发了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里面最特殊是什么 没加速 没加速特别在哪里 第二排 第二排中间 对 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公开了 既然公开之后 然后现在他们2025 一个国防授权法正在提一个案子 台湾安全法 台湾安全法里面要求 国防部五角大厦 评估台湾怎么加强训练 加强作战 提出报告 180天之后 向国会报告进展如何 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 还在想说特战师之 有没有来台湾 绿扁帽是在龙台还是在金门 已经对美国来讲 这个是过去式了 过去式了 可是好了 现在就讲了 绿扁帽部队 其实美国特种部队 有几支非常强大 绿扁帽我知道 还有红扁帽跟黑扁帽 那其实是他们基本上 三角洲部队 是基安门上就是从越战的时候 然后学来的 然后学来是要突击 狙杀 吐袭 危险任务 那是三角洲 那绿扁帽是什么 因为他们在整个 后来在包含中东的地方 有个部队很重要是什么 潜伏 游击 然后突破 所以那里面就是陆军的这种部队 那当然要很好的战斗记忆 我们到这整个绿扁帽 然后像我们台湾这个绿扁帽 是教我们什么 无人的小飞机 小飞机你怎么样进到一个巷弄里面去 一个房间里面 你怎么操作那个大概这么大的无人机 然后把里面的资讯 传回来之后立体成型 你就可以继续攻击 这个是教我们的绿扁帽 那如果呢 还有的时候 直接的从里面突进 要学习小部队生存 对啊 那红扁帽就是直接空头跳伞的 然后黑扁帽就是战斗的一个攻击 对 所以他们其实各种的扁帽都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来到海豹6 哦 那如果海豹6 那就更是代表美国对我们的训练 是越来越扎实了 前面的时候 这帕帕罗上任之前就讲说 中国的飞机我知道是很多 中国的军舰 我知道是很多 但是 我们美国只有一项优点 火力总量 对 很有点大于你 那什么就叫火力总量呢 刚好现在跟菲律宾在塞白塞的军演 对 在打过那边 打过那边我就告诉你 我如果你要攻击 要抢摊 你要登陆的时候 是 我是用什么火力总量 把你给打掉 所以距离海岸五公里外 对 就是你要抢摊登陆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的155 而且他们的155 50枚啊 50枚这种啊 不在这 它叫神舰系统 是 神舰系统就是 一般的155榴弹炮 我把前面装一个套件 对 所以不是万炮齐发 左线预备右线 它是精准打击 精准直接打击 50枚一共就打掉你 你要抢摊登陆的 武作福桥 然后你给它炸水 是 然后呢 菲律宾发射火箭炮 压制你想冲的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呢 还有什么 海马斯 这是联合作战 对 他们现在美国已经不是单一兵种了 都是综合火力 我们有海马斯 那火箭炮不是是把你那个万箭 统统统打掉吗 那打掉之后再过来机枪标枪飞弹什么的 就是把你探案歼面 然后探案歼面之后 美国告诉你说 你中国现在喜欢用小蓝人 是 你喜欢用海警船 对 你要官民合一 对 然后就秀给你看 他们过去的时候 A-10 空中攻击一期 叫做空中堡垒 对不对 对 那现在把AC13洞 其实是C13洞 是 改了一个A就是attack 对 攻击AC13叫幽灵骑士 这幽灵骑士是空中这么大一架 然后过去之后 他特别秀了一件事情 他2021年开始改了 对 改了以后对地面攻击 要放一艘什么 你看这个船 炸成机会 是 渔船 他们炸你中国的渔船 哇 结果告诉你说 那些海警 那些小蓝人 你不要以为说 你们到时候 居民合一 因为这是这个炮艇机 就是说他这个C13洞改的 对 他那边装到重型机枪 重型机枪 重型机炮 那重型机炮 大炮不能打小鸟嘛 比如说我们用这种155mm的 去打渔船浪费嘛 所以中国如果小蓝人 就是说那种渔船出来的话 我用这种ACE13洞 这一的重型机炮 打得可以集成的啦 你知道这种重型机炮 从空到下 你知道最有名是什么 第一次波安战争 有一条叫做坦克公路 坦克坟场 一次400辆 因为他有一门 30mm的机炮 跟105mm的榴弹炮 一次400辆 一次400辆坦克就停在那边 所以你万船齐发 他一艘IC13洞 对下直接攻击 博弯战争的游珠 当然我们只要 最后的一个压轴 就是过几天 他们一定要集成一艘船 他们菲律宾 只是在最后一艘 中国做的军舰 中国做的军舰 拿过来集成 说刚好而已 刚好要退役 这种东西态度很明显 然后另外一个 美国过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有整个的 两栖登陆车 但是履带太麻烦了 履带要抢摊的时候 怎么办 新的ACV两栖车 首次拿出来这个饰演 你要看到是关键在这里 轮式 八轮的轮式底盘 所以八轮 它的整个抗震链很好 而且越过的能力很好 上岸之后速度也会更快 因为轮式就不会像履带一样的慢 然后越能力 水上的一个 就直接冲上来 拿过来为什么 又要在这边做一个巴拉旺 就在仁爱交纳附近 抢摊 就告诉你说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不断会训练好台湾的军队 而且我给你们看 这就叫做我的火力总量 是 散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3 2 1 好